好 睽違了三年 总统蔡英文再一次出访友邦 这一次是十天九夜的行程 要来拼外交 我们华视新闻团队也随团采访 那么会先过境美国纽约 你可以看到再来就要到友邦 瓜地马拉以及贝里斯 之后呢回程的时候过境洛杉矶 重中之重就是在4月6号的时候 会来看我们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这也成为这一次旅程中的重头戏之一 出发之前在国门发表谈话 总统蔡英文回为三年再度率团出访 展开为期十天九夜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 这一趟除了深化交流 最主要任务是向友邦传递三大讯息 第一台湾会坚定的捍卫自由民主价值 持续的做国际社会良善的力量 第二台湾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 会持续追求和友邦国家的共荣发展 第三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只会越来越坚定 总统表示外来的压力 不会阻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 而针对中国的警告外交部长吴钊燮 也在机上表示中共是过度反应 蔡总统将在台湾时间三十号凌晨三点左右 抵达纽约甘乃迪机场 三十一号接受华府保守派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总裁颁赠全球领袖奖 并且发表演说 三十一号下午拜会美国议员晚间举行桥宴 而最受关注的重头戏 四月六号将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 十四小时的航班 机上餐点也曝光 包括乌龙面 卤肉饭等传统小吃通通上榜 蔡总统睽違三年再次出访 巩固友邦之外 过境美国时会见了哪些政要 还有侨胞们 也是这一次的关注焦点 以上就是华市新闻张良浩 陈建达的随行采访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市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